在现代社会中,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交际的必需品 离开手机,我们有时甚至会寸步难行 但是你真的了解自己使用的手机吗? 嗨科普了,闪电哥今天带来五个你所不了解的手机小秘密 第一个,手机真的需要杀毒软件吗? 在我们平时玩手机的过程中,可能会谈出一些弹窗 说手机存在高位漏洞,需要安装杀毒软件 但事实上这不是必须的,首先就苹果手机而言 它的操作系统不会受于杀毒程序运行所需要的全系统访问权限 而通过软件商店下载的软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控制和测试之后才能上架 所以如果使用苹果手机,病毒入侵的大门会被锁得死死的 而安卓手机则有所不同 它的应用设计并没有经过同类型的测试 虽然手机本身不会意外感染病毒 但是在下载应用软件时,病毒可能会随之入侵 不过这种入侵又和Windows电脑感染病毒不同 电脑被入侵时可能会一次性感染整个系统 而在安卓手机上,病毒只会侵入特定区域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除此之外,如果你一直坚持在手机的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软件 避免点击任何可疑链接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恶意软件进入手机设备中 第二个,为什么最新的手机上面没有耳机插孔 我们都知道苹果没有耳机接入口 但是为什么现在新型的手机上也没有了这一设计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模仿苹果吗 当然不是啦 首先取掉耳机接口,可以腾出空间 比如加大电池换上更好的振动马达 其次有利于防水 因为耳机孔是进水的主要渠道 最后从资本的角度来说 是为了增加自家耳机的销量 可能最后一点对于设计者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为什么手机没有类似于电脑的内置风扇 要知道玩手机时间过长后就会发热 那为什么手机没有设计内置小风扇呢 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手机上都装有可以防止自身过热的软件 它们可以向外释放内部的热量 除此之外 手机还有一些其他控制温度的特殊设计 比如小米手机用石墨散热膜为处理气降温 苹果在金属外壳中使用了金属背板散热技术 荣耀6的处理器上则采用了类似硅脂的导热凝胶散热剂 可以说各手机品牌都在散热设计上绞尽了脑汁 第四个 为什么手机屏幕越来越大 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 你会发现它们的屏幕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的手机很难通过一只手进行所有的操作 那既然操作和携带都不方便 手机为什么还越来越大呢 首先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多 小屏幕的体验感明显不足 因为大家普遍会用手机看电视玩游戏 屏幕太小不利于操作 其次智能手机的发展要不断提升性能 要拥有更好的性能续航能力和散热系统 就要提升尺寸 因为在同样的尺寸下提高性能 需要更大的成本更高的技术 如此一来增大手机屏幕反而成了更好的选择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人们开始研究折叠屏的原因 最后一个 为什么所有手机外形都差不多 在2007年以前 手机的外观各有千秋 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你永远不会认错 但是随着苹果公司iPhone的发布 新的设计趋势也随之出现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模仿 而是因为这样的外观 有着巨大的受众优势 大屏幕可以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手机摄像头也能得到更好发展 当然现在最关键的 可能是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手机 要诞生新的外观设计 可能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 这五个手机小秘密 有没有为你增加支持储量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